你知道吗 亚马逊销量第一的亚洲书籍 竟然是咱们的孙子兵法 外国人把孙子兵法奉若神明 即便是看不懂 也要买回来在家供着 这本书 俨然已经成为了老外们的装插神器 出门不整几句 孙子月你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外国人 一本在中国流传了2500多年的战略神书 究竟为何会让外国人如此痴狂 难道他们真的以为 熟读了孙子兵法 就能发挥其威力吗 其实不然 外国人疯狂蹭热毒的目的 更多的可能是为了 装 孙子兵法的真正精髓 外国人根本盖得不到 老外把孙子兵法翻译为 The Ad of Rare 战争的艺术 在国外的学士平台上随便一搜 就能轻松找到数万篇 与孙子兵法相关的论文 有外国读者写出了这样的读后感 这本书升华了我的洞察力 我已经沉迷于兵法而无心工作了 也有单身狗活须活用 试图用兵法 赢取美女的芳心 兵法教会了我如何升华 与妹子之间的革命友谊 普通老百姓况且癫狂誓词 各界外国名流更是不甘示弱 帕利斯·希尔顿 特朗普曾经的签约模特 希尔顿酒店集团的继承人 这个美国著名富二代 平时除了蹦迪打蝶 就是闹绯闻 如今倒是拿起孙子兵法 搞起了自拍 可见顶级名媛也是不容易 轻舍下午茶 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朋友圈 不得不用孙子兵法 来提高自己的姿势水平 瑞典著名金属乐队 Subton 甚至直接出了一张 孙子兵法的同名专辑 演唱时还不停的rap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每句天蝎中 主角们大谈兵法计谋的妙用 华尔街中的每一次伤道 都暗藏着兵法的较量 而在电影《超级战舰》中 老外更是用孙子兵法 直接干翻了外星人 一句知己知彼 足以让你看起来 像一个充满高级智慧的外国人 据了解 美国至少有300家机构 在研究孙子兵法 他被列为美国国防大学 将官主修战略学的第一课 军队士兵更是人手一本 是军校壁读教科书 法国著名军事家拿破仑 在兵败滑铁炉之后 偶然得见孙子兵法 长字都毁清的说 如果20年前我读到了孙子兵法 也不至于如今的结局 日本松下变期的创始人 松下幸知著 能背诵孙子十三篇 他时常感慨 使中国智慧伴随他征战伤害 在发言时 引用孙子兵法的话术 也早已成为老外们 包装自己有学问的常规操作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川普 都曾在大场合 引用过孙子兵法的名言 前段时间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威杰夫 更是直接用孙子兵法 在电视上发表了一大段讲话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这么多老外熟读孙子兵法 但能发挥出其威力的却很少 说实话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可不是老外们看几遍就能读懂的 孙子兵法很重视 对客观环境的研究和运用 这决定着战争的走向 不同地形 如何驻扎 如何行军 如何进攻 如何后退 如何突围等这些兵法 书中都讲得很细致 很全面 但此书真正的灵魂 却在于策略 总体思路就是 不管运用何种策略 最终目的在于保证 我方占据优势 敌方占据劣势 其中的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以时积需 攻其所不少 攻其所必就等策略 不仅能运用在古代战争 还能在现代商战 甚至国家间的博弈 起到重要作用 而这些灵魂策略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学的最透彻 我们虽然不像 外国人那般狂热 不会随口就来几句 孙子乐 但孙子兵法 在中国流传了 2500多年 其中思想 早已深化影响了 整个社会 中国人早已经将 这些兵法 融入了生活中 其中的原理 却没人比我们更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